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至步入婚姻的殿堂 不管是去加拿大看枫叶美景 还是去瑞典看神秘极光 或是去英国看华丽古堡 听起来都是人间美事啊 但是在你们的周围 有没有一些嫁去非洲的女性呢 非洲在大家听起来感觉像是酷热之的 的确是有些赤岛周边国家 炎热难耐 但是非洲还有不少的富庶之的 譬如南非之类的国家 可是遍地钻石呢 但是最近呢 听说有很多嫁去非洲的女性都跑回来了 还有一些是想跑回来的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首先 自然就是语言上的差异了 非洲有一些国家并不说英语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就算有很多非洲人都会说英语 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来进行交流 因此 嫁过去的女性会感到非常的苦恼 因为他们的语言实在太难了 而且文字也很奇怪 学习起来实在是不容易 所以 语言的障碍 就是他们和当地人之间 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 优优 кто去的自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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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